跟著音樂節奏 跳出各種高難度的霹靂舞動作 來自香港30歲的張卓雯 曾一度被選為巴黎奧運霹靂舞項目選手 即便最後沒有獲得參賽資格 他還是堅持有時間就練舞 以前我就會在街上跳的 因為經常被人趕 然後經過19年 然後疫情 我沒有辦法在街上跳舞 很多B-Bot都上了公下 我跟幾個朋友交的 張卓雯說15歲就愛上棒棒糖等唱跳團體 開始練舞 在香港爆發大型社會運動和疫情前 街頭就是他們最愛的練舞場所 但在官方加強管制後 現在只能在室內 為了付公寓租金 他白天得兼差當水電工 跳舞是重要的 但是要搞定自己先 我是這麼想 可能香港的風氣搞到這樣 但是其實我知道其他國家不用這樣 香港官方管控力道 會不會進一步擴大國際關注 正在審議的基本法23條 對於警方可以向法院申請 將被捕人機留時間延長到最多14天 香港保安局局長做出進一步說明 新的法案增添了五類新的罪行 包括叛國叛亂間諜破壞和外國干涉罪 美國等西方官方學者都多次提醒 香港基本法23條將限縮民眾自由 法案審議期間 有團體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相關言論 並且痛批是母黑 TVBS新聞葉俊宏林明珍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